早前提过内地不断压抑楼价,香港并非无机会访效。最近一何之隔的深圳市有添新邮,推出二手住房成交参考价格的发布机制,对香港有何影响?港楼会否因此升不起?仿住不炒市内地近年国策,不过楼价却是越打压,升得越急,尤其是四大一线城市,北京,上海,广州及深圳。 未知是否因此触怒当局。据内媒报道,深圳近半年九次出台楼市调控政策,最近一次是本月八日公布建立参考价格公布机制。 参考价格当前各小区实际放盘价低10%至15%,个别低至30%,变商要业主减价买楼。当然,高于参考价的单位一样可以买卖,但买家要签一份风险告知书。 为何有此一举?是原内地经常发生业主维权事件。早年曾有地产商减价促销,而更早时间买下该楼盘的业主就上街维权。 抗以减价令其蒙受损失。对于当局一组物为言之不愈。签下生死状的买楼者。若未来楼价下跌。还好意思上街维权吗?更重要的是。楼宇买卖牵涉按揭。若以参考价作为按揭指标。 既可减少银行成案金额及炒楼人士的杠杆比率。又降低金融体系风险。对楼价升势又起压制作用。 不过,许多评论认为今次与以往数次压抑楼价失败一样。都是雷星大雨点小。 其实,内地当前面临最严峻的问题是生育率低。打击楼价是迫不得已。 据官方数字,去年出生并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仅103万。 按年跌15%。个别大型城市于广州更嵌约30%。 内媒分析,未来几年新生儿恐跌穿1000万关口。 以此简单推论,60年后,中国人口将减于半至不足6亿。 其间更要承受老龄化社会的痛苦过程。均不见日本经济迷失数十年。 人口老化正是主因之一。虽然最近日本股市重回高位。 但楼价就遥遥无期。 而改变内地人养而防老传统观念的原因。 正是民众常说的三座大山。 分别是高楼价,以及教育、医疗问题。 尤其是高楼价更令人望而生畏。 借镜日本经验。 中国当局主动拆弹高楼价问题。 促进生育。 总好过被人口老化拖垮经济后。 楼价一样要重度日本覆车。 而香港的人口问题比内地又有过之。 再推辣招并非无可能。 而寄望大陆安排大批精英来讲究讲。 根本就不设实际。 现时,香港楼市自身的利淡因素更多。 例如经济不景。 移民潮将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动摇等。 作最新公布的失业率标志7%。 创17年新高。 失业人数突破25万。 更证明楼价以无升值潜力。 讲到尾,上车要量力而为。 千万不要因为楼市靠指点。 说要趁低息享受轻松公楼机会而买楼。 去年平均案揭年期见历史高位达27.4年。 与10年前平均案揭年期约20至21年比较。 可见港人难以应付公楼。 因而拉长公楼年期。 抗日时期。 中国以空间换取时间。 现今港人以时间换取倭居。 但黑下公楼年期最长30年。 可换时间以无多。 买楼签下的案揭承诺某程度上比结婚时讲句I do更拿胆。 对于这份承诺,你准备好未啊? 有空间跟明哇。 至于или 나서承诺也会以側体工作。